为了精准测量珠穆朗玛峰的最新高度 早在半年前 自然资源部就派出第一大地测量队来到了西藏 魏军辉带领的测绘小组 是四支水准测量小组中的一支 他们一般沿着公路测量 每隔二十五米左右做一个标记 然后用仪器测量一下前后两点之间的高度差 所谓水准测量 测量的是地球表面的地貌地势相对于海平面的高度 在中国测绘工作者们将山东青岛附近黄海海面多年平均高度 作为测量的起点 也就是将其视为零海拔高度 那么通过水准测量得到的地球上任何一点 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差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地理名词 海拔高度 我们在那边有一个验潮站 我们通过17.6年就是潮汐变化的一个周期 各种周期考虑以后 那么有17年多的这么一个平均值 我们把它叫平均海平面 那么这么一个海平面就是我们的海拔高的起酸面 就一下就过来 然后这块这块这块 下一站一下就上来 魏军辉和同事们的水准测量 要在测汇线路上往返两次 还要登高爬山 测量到国家测汇水准基准点上 以便对比修正此次测量获得的数据 在最近的半年时间里 魏军辉和同事们翻山越岭 徒步1800千米 从日喀泽水准基准点出发 一步步将水准数据引导到珠穆朗玛峰脚下 在那里 六个测量交汇组将以他们的测量为基础 采用传统的大地三角测量法 进行最后的珠峰峰顶测量 位于珠峰脚下中绒布冰川里的中绒测量点 是六个交汇测量点中的一个 测量队员李峰和宋兆斌 已经来到这里住了两天了 他们在寒风中勉强对付一口热水 早饭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们需要登顶测量开始前 确定好仪器架设地点 并测量出与其他五个交汇测量点的距离 和海拔高度差 以便随时可以展开对珠峰封顶的观测 水平气泡要调到最中间 这个就是仪器的中心要对着这个标志的十字中心 现在被雪埋住了 浇会测量使用的传统大地三角测量法 是测量珠峰最基础的手段 它首先在一个已知的测量点上 通过观测位置点的距离和高度角 进而可以求出两点间高差 那么如果在多个已知的交汇测量点 同时观测珠峰封顶 就可以测量计算出珠峰封顶的三维空间坐标 之所以说大地三角测量法传统 是因为这种方法的起源十分古老 十八世纪初 康熙黄渝全揽图和十九世纪中叶 英国人第一次测量珠峰时 使用的都是大地三角测量法 不过虽然方法相同 但是测量仪器的精度今非昔比 今天李峰和宋兆斌所用的这台仪器 是通过发射一道激光来完成测距和测角的 测距离的同时就要读这个温度 这个温度是一个干纹 一个干纹一个湿纹 它叫通风干湿温度表 这是个高原气压表 为了修正大气折射对激光的影响 测量的同时 它们还会记录气温和气压的变化 最为重要的是 它们距离珠峰峰顶 大约只有十一千米 而六个交汇点中最远的 也不过十八千米 真正测量时 峰顶还会竖起便于观测定点的掺标 干温负的三点零 气压491.8 如今测量珠峰 除了传统大地三角测量法 现代最新科技自然也必不可少 这个半球形仪器 是中国最新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信号接收器 只要在一个测量点上开机 接收北斗卫星数据 经过解算就可以得知测量点的位置和高度 不但简单而且十分精确 那么既然今天已经有了如此先进的测量设备 为什么还要使用传统方法测量珠峰呢 我们在测经营SS的时候啊 你这个设备到山上不一定正常 因为我们走这次登山活动是非常困难的 他这种测量不像在平地 我测错了 我重新再测一次 一年就那么一个机会 所以传统大山的优势就是 你只要把缠片放上去 我就一定能拿到数据 另外就是卫星定位技术 我们在解算的时候也需要一个减和 就是你卫星定位这个测的结果 和这个传统大山的技术 两个互相减和一下 我们心里就更有数 除了传统大地三角测量法 和现代的卫星定位系统外 测绘工作者们 在2020年的珠峰高层测量活动中 还应用了一种仪器 这种仪器解释起来有些声色 但是它解决了测量珠穆朗马峰高度 从哪里起算的问题 相对重力只是能测量出来 两个点之间的重力的一个差 但是它得不到那个重力加速度 它就需要借助于这个点 测出来的重力加速度 两边再和那个重力差 之间进行计算 得到其他点的那个重力值 这台仪器的工作原理 源自数百年前 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 做过的自由落体试验 测量出来的数值 是重力的加速度值 可以反映地球引力的大小 测量几乎在完全真空状态下进行 可有效潜弱空气阻力等外部环境的干扰 顾客直接获得当地重力加速度 测绘学称之为绝对重力值 测量小组以它的数值为参照 较对了几台在野外使用的便携式 相对重力仪器 开始了它们的重力测量任务 我们知道 因为地球引力 人类才可以脚踏实地地生活在地球 但由于地球表面的高低起伏 和内部物质分布不均造成的质量差异 导致地球表面各处的引力大小和方向 并不相同 我们日常生活中 虽然感受不到这种差别 但事实上 如果看一看河水的流动 我们就可以明白 地球引力在地球表面 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能让河水从高处流向低处的 毫无疑问就是地球的引力 换句话说 我们所谓的高处 就是地球引力小的地方 而低处就是地球引力更大的地方 那么被称为地球之巅的珠穆朗玛峰峰峰 就应该是地球表面引力最小的地方 只是至今在珠峰测量室上 还没有人将重力测量遗迹背上过峰峰 我们的西气东书 我们的南水北调都要用这种 因为你必须用这个平均海拔高作为起算面 我们已经知道 在中国海拔高度 起算自青岛附近的黄海 多年平均海平面 如果在测绘学家的想象中 这个稳定不变 绝对静止的平均海平面 向大陆延伸 就会形成一个虽然地表高低不同 但地球引力相同的大地水准面 它就是测量珠峰的起算面 而重力测量 就是为了确定大地水准面 在珠峰地区的准确形状